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也不知道一本书有这么复杂的工序来完成它 然后不像我们现在就直接复印了 它要经过长时间的雕板 每一道不同的工序 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来完成的 去年518博物馆日的时候 我们走进校园到那个我们县城五小 然后教他们雕板记忆的印刷 也结合现在的小朋友喜爱的一些工序 更好的能理解一下我们古时候古书是怎么出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